来看又有人入华了 这次还是自家人 就是中国有男子在自家轿车 竟然直接贴上了日本的国旗军旗 甚至还有非常多的入华字样的贴纸 结果遭到警方逮捕 被处以15天的居留 还有人民币1000块大约是台币 4000多块的罚款 但最离谱的是 他之后竟然公称说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贴纸 是什么样的含义